日前,李师傅在武汉市汉阳大道汉阳民房门前做宝洁,捡到一个钱包 除五千元信心外,还有一张标注着香港湾仔维多利亚女校的身份证 几番茶掌无果,钱包交到了中家村井务室 细心民警端详身份证后,撕开正面覆盖的一层薄膜 主人原来姓刘,驻汉阳之一东村 施主小刘赶到领回钱包,羞愧地说 搞怪切磨是花十块钱买来的纯粹好玩 民警警告这位小伙,身份证不允许像这样瞎折腾 酷鲤娱乐,这是梅,为您报道